还有我们资料的阿泽先生 你新闻的主持人 与年秋的敌礼 各位观众晚安 我是与年秋 欢迎光临新闻一种 在庆藏来召会 谢谢最好朋友 感谢 今天我们现在要来进行的就是 今日农村 没有认识啊 一定要先尝试啊 我们先来把这些试子呢 都能认清楚一下 等一下大家讨论的时候 才搞得清楚 我们到底是张飞还是岳飞啊 这个呢 从这个最便宜的 这叫翠氏啊 8块钱 这都是我们今天在市场上买的 一颗啊 都不是一斤啊 就是几粒啊 这个叫水 是牛心氏啦 就是8块 石氏叫13块 石氏是软的哦 红红的 这三种都是甜氏 甜氏有不同的价格哦 这个甜氏35块哦 这个叫富有甜氏 50块一颗哦 一颗哦 还有这个叫 乾川次郎氏 77块一颗 这三种都叫做甜氏 这三种是比较便宜的柿子 好啦 那现在就来考试 在民进党的这一张的 没拆钢的阅历当中 十月份的这个柿子 这张照片 请问到底讲的是哪一种柿子 一斤两颗 这是哪一种柿子 现在对照一下 哎 可可 我常买水果 那个照片里的是这个 是这个富有甜氏 不是这个甜氏就是富有 就是这三种甜氏看起来 对哦 这个大家先认清楚这样子 好吧 我们才能来进行下面的一个讨论了 但是现在啊 因为讲到说 这个是一斤两块 不是我们讲 就大反击吗 今天看到那个苗栗县县长 刘正宏 我气得 气得不得了 然后刘正宏就出来讲说 三天之内请蔡英文道歉 如果不道歉的话 他就把这个市农啊 通通带到民进党中央去 埋锅造饭 顺便摆摊卖水果 刘正宏这个人 大概是真的是说得出来 也做得到 好 那但是呢 其实民进党也有反击 民进党讲说 真的他们找到了一斤两块钱的 在什么地方 嘉义 番禄香 这是陈明文所提出来的 番禄香这个地方 你看到没有 11月24号的收购单啊 水市一公斤两块嘛 一公斤到一公斤七块钱 所以你看换算成台经 一台经一点二块到四点二块 那跟他的照片里的 田式又不一样 哎呀 Coco你真的是 真的是重点 这就是把人家那个 政治嘉义陈明文的做法啦 好人坏人都不分 水市 好人坏人不分 所以水市田式也不会分啦 我跟美女主任报告 也跟观众朋友报告 这个市值啊 如果你要去买 有的是掉到地下的 掉到地下 跟橘子掉到地下 柳金掉到地下 很多种掉到地下的 你可能都说实话 一斤如果买个五六块 它是一个卖两块 都有这个价钱 对那一斤大概就五颗嘛 但是就是找到在嘉义番禄香 就是有水市一斤两块钱 这是叫做三级品 它真的是一斤两块啊 所以我们这上面的文宣是没有错的 就叫他承认他弄错了 水市田式不分 但是问题就在于 太恐怖了 问题就在于品名叫水市 所以我刚刚把它摆出来给大家看 水市就是这一款 水市这一款 我们在这边买一颗八块钱的 那这个上面呢 看起来是田市 田市的样子 一斤 田市没有到两块钱 所以整个的今天 所有的问题焦点 不都是这个吗 所以运宏 就是这个是错的嘛 水市有两块钱 嘉义有找到一斤两块钱 但是 是水市 而且是三级品 这真相有那么难吗 现在 没有现在真相都蛮清楚的 就是说那个照片我们也承认是错的 那 的确也有三级品 也有三级品 你承认是错的喔 是你承认别人 没有 他们都 我们的党团 蔡侯 他们都知道照片是错的 但是他们说重点不在这里 没有 就是说 蔡也讲说 不能换橘子 你们来买橘子 我就一斤卖两块 我也要买啊 我先讲 我先讲我对这一波 水果文宣的一个结论 然后如果他不能转战到说 产销制度被米虫 菜虫 什么 什么水果蟑螂这些 然后吃到暴力的话 剥削的话 好 那你就不要再打了 那如果你不能去证明到说 农委会该补助而不补助 你也不要再打了 因为选举很近了 那我认为大家到此为止 见好就收 民进党如果在文宣上面 我们承认照片都错误了 那现在 真的是像蔡王达讲的 市值有两种 没有错 那民进党现在跟你讲 说我讲的是水事 国民党就咬定你是田市 可是照片的田市 是我们做的没有错 对啊 这个是没有夸夹的 那民进党希望说 这张海报是狭不掩瑜 我们讲的重点不在这里 那国民党是说 这张海报错 需不需要做诚心跟道歉 因为这张海报 现在整个的果农 确实遭遇到很大的一个困境啊 今天在台中东市的市价 田市的价钱 就从七十几块变成五十几块 确实一拦腰 就可以砍掉三分之一的价钱 是为什么 因为大家不买了 说本来又可以有便宜啊 为什么你们卖那么贵 现在就是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引发是有后续的一个效果出现的 一个大的一个问题 而且推货量是很大的 推货量 对 推货量也很大 其实 他刚才讲那个嘉义那个烦路那个 那个是特定的地方的 而且是几级货的 三级品 不能够这样子来处理 那就是台湾发生一个 陈静兴白晓燕案 那全台湾的人都是凶手吗 这个莫名其妙 政治人物做这种处理 然后最后一个当过教授 而且是政经学院的毕业的 这样的一个候选人 到现在竟然不一本正经站出来说 这件事情是错的 当过农委会主委的苏家权 也不能够一本正经出来说 我们弄错了 然后这些价格要立刻你知道 这些卖农产品的这些那个农民 他们都是一个小时一个价钱 这个在这个情况之下 连我都懂 我跟你讲 这个照片是错的 对 但是你又没有补救吗 他们到现在为止有补救吗 你看这市农 他们等了一年 就等这一次的收成 而且今年风调雨顺 对啊 而且前几年通通都有台风 所以他们的损失很大 今年他们是真的是丰收 这是他们等了一年的结果 就问啪啪来一个这个文讯 而且还不愿意认 你从这个市子一斤两块钱 去做文章 拼命找 终于找到了一个一斤两块钱 就是嘉义的水市三级品 现在就要让大家知道说 确实有一斤两块钱了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危险是什么 今天陈明文告诉大家 我们嘉义的市子是一斤两块钱 请问嘉义的市农 要怎么卖他们的水果 陈明文目前是好人 所以我相信他的话 他现在也是好人 他目前啊 我相信他的话 可是那种三级品是用来做什么 用来做堆回 那是用来做堆回 为什么那个水市为什么价格这么借 因为他要再加工 水市是不能直接吃的 对啊 你看他在上面都是 对 你还要浸泡石灰水 要让他那个 对 它是不能直接吃的 所以他讲那个就故意在拗 把最便宜的水市里面的三级品 用来做堆回的 然后先把它拗到我们的水果上面 这是陈明文的第一个问题 那你看民进党 民进党昨天陈其迈 他讲义旦话很有意思 他说我们都有去看了 搜集很多资料 看了中国时报哪一日 有一个记者 叫庄泽权 这个记者我认识 他说对 他去在台东 然后在某个地方 看到树上有那个 有那个柿子没有采收 他就问一个老农民 老农民跟他讲说 那个一颗不到两块钱 对 我们不符成本 我们不收 他就把它写了嘛 那写了以后民进党就把一颗把它弄成一斤 然后陈其八就把它拿出来说 你看中国时报的报道在这里 所以就放在上面 所以这一个光这个图的错误至少两个 一个是照片错的 对 讲的是水市 而且还有水市还不是一斤两块 还是一颗有两块 对 一斤也有 一斤讲一颗 陈明文那个三级品也不一样 陈明文这个是三级品 已经有两块钱 所以找到啦 不是实用之一 月历上是十月的 那个记者今天又写篇文章了 事后佐证说 说错了啦 其实在这边已经不是我们的战场了 不要因为市值毁掉这个一段时间农业 你今天应该承认错误 否则你就变成了那个乱凹的人 我就认为这个就承认错误 就不叫明天 就错那个地方而已 对 我觉得现在就是 错那个地方而已 等不到那一个道歉 跟说我们真的是错了 所以在这个战场上面 这个议题上面 我们确实是犯了错误 我跟你讲 我的 完全没有这个 不是这个议题是这个照片 我跟你讲 他做过农委会主委的人 做过行政院副院长的人 连这种事都会弄错 你就知道他过去执政 有多少荒诞无稽的东西了 他如果没有执过证 我还觉得这个勉强 你是个新手笨蛋 做过农委会 市值一斤两块钱 打这一个题目的话 其实它也是完全以偏概全 从很小的一个部分 确实有这样子水势的一斤两块 很小的部分把它放大成为 这一整个月份市值通通都是这样 我觉得这是犯了以偏概全的一个毛病 那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是不是说刚才 我觉得刚才这个运鹏讲说 这个不是民进党的战场了 应该要赶快撤退 如果还发现说 政府啊 如果是政府中央 他们没有去救这个市值 该补助也不补助 该补助没有补助 我觉得这个议题还可以打下去 那有没有呢 会不会这个议题打下去 反而更伤民进党呢 我们今天调到了几份公文 我们把真相全部给大家公布 大家看一下这个公文 看整个的嘉义就是讲的这个 翻路箱的一斤两块钱的水势 到底是怎么出现的 整个的公文写得非常清楚 全部的真相 我们一样一样 看给大家看 大家一起来评理 我们待会儿回来 放手感受 精准捕捉 放尽感情 及时分享 放大誓言 放眼全局 放肆浏览 放心掌握 Keep in touch 搭配中华电信 N Pro独卖